在他看到近來受到議論的中國富商郭文貴逃往美國 他透露北大方鎮前CEO李友建立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的目的 是想做達官貴員的器官移植生意 他透露對方挑選了幾十個共體 其中就有法輪功學員 我也在國內的媒體上看到我 包括受了很多影響 我一直以為法輪功講這個國內的活宅器官這個不真實 或者說這是過於誇張 因為我也沒有經歷過 但李友的事情我報復以後 李友的事情我經歷了以後 讓我很驚訝 他們告訴我李友選了幾十個人要選這個肝 選了幾十個人要選這麼優秀的肝 而且很多人呢他們選的可能是真的跟法輪功學員是有關係的 我聽他們講 他們找了這個煉馬輪功的人 所以讓我很驚訝你知道嗎 馬輪功說的這個活宅器官原來那真的發生 現在還真的有 而且這個爆料裡面包括通報器官的人呢 這個人的家人也就是在公安的 這個理由非常好 我說這個是什麼任何問題的官員呢 大部分都是公安上的 所以說我那些節目想說什麼意思呢 公安上的朋友給他提供的肝源 公安上的和他醫學院的朋友 北大醫學院的公安上 公安有強制的能力嘛 他就是想弄誰就弄誰吧 所以說我才想起來 怪不得說有法輪功學員 由公安上誰的法輪功學員給拘禁了 給你來了啊 從這個事情上我感覺到 法輪功講的活宅器官真實存在 那麼我就當時我的節目裡邊 我想說什麼意思呢 他幹的哪來的呀 那話題有沒有可能 是這個這個 法輪功學員那個幹的 我說的是這幾次 結果沒說明白 結果大家誤會 我們法輪功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呼籲的事情 是要引起高度關注的 我也會高度關注的 就是給李友提供幹員的那些幹員 您為什麼懷疑裡頭有 就是是法輪功學員呢 就是您根據什麼 我懷疑 是那個給我說的人說 聽他們說過說 有的是建法輪功的 他跟我說這個事情 我才很驚訝 那個人也是公安系統的是吧 他的家人是公安系統的 他就是李友說 因為他家人公安系統的 那他在那身邊幫他工作嘛 他在給我講的情況